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和平 13届中国西博会25号晚在成都开幕 当地有多位访民遭到维稳人员的绑架控制 有的访民甚至遭到殴打智商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星期三发布消息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当晚出席宴请各国贵宾的晚宴 但当天成都维权代表姓国会 蒋玉琼 胡金琼等陆续遭到维稳人员的绑架控制 蒋玉琼还被政府人员殴打智商 祝愿治疗 中共十八大前夕 各地对到北京上访的人士动用了一切手段进行打压 上周在北京西站被抓的至少三位河南访民 被送到精神病院 而湖北维权人士尹旭安告诉我本台记者 他被地方悬红追捕 此外 访民聚集地旅村有百余名访民被抓 当局用铁丝网封村 据美国的《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星期二表示 当局目前仍扣留着他的护照 使他无法前往美国参加下个月 在华盛顿和纽约等地举行的一系列艺术活动 他也无法接受邀请到德国做访问教授 在中国大陆 国台办发言人 范立青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钓鱼岛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两岸渔民前往捕鱼天津地义 中国公共船将继续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此外 针对台湾一再表明不与大陆联手保钓 范立青表示 两岸各自采取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 都会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支持 据共同社星期二报导 多名日本企业相关人士透露 原计划参加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的60多家日本企业 因受到主办方要求不要参展的通知而放弃参展 西部会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博览会之一 本届大会25日在四川成都开幕 韩国媒体报道说 朝鲜咸境北到吉州郡封溪里的核实验场 有部分因为台风的侵袭而损坏 封溪里除既有的两个坑道外 韩国政府还掌握到朝鲜又另绝了两个新的坑道 朝鲜曾于2006年与2009年在封溪里核子实验场 分别进行了两次核子实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